詐騙平常 不肖集團甚至吸收外籍人士當車手 高雄警方日前獲報 有被害婦人誤信投資群組 決定用假鈔吸引對方出面 趁面交的時候埋伏 將馬來西亞籍的車手逮捕 另外在台南有詐騙集團 冒充成被害人的侄子借錢 車手同樣現身取款的時候被逮 一查也是外籍人士 拿著觀光簽證入警 公園內警方一擁而上 火速壓制嫌犯 你來幹嘛嗎 他們只是說來見顧客 男子喊冤卻是被鎖定車手 馬來西亞即剛來台 第一份工作就被逮 來來 站起來 原來警方接獲婦人報案 加入投資公司群組 自稱理財老師的人 不斷怂恿投資查點受騙 好在察覺有意 後續決定與警方聯手 用假鈔與嫌犯面交 多名員警頭部在現場埋伏 交易當下隨即將車手壓制 在隨身包包內 起貨 假識別證 凭證收據 印章等詐騙工具 嫌犯來台工作卻涉及不法 另外在台南同樣也抓到 外籍詐騙車手 被警方壓制在地動彈不得 一查嫌犯也是馬來西亞籍 拿的是觀光簽證入境台灣 這次詐騙集團是冒充被害人 直自打電話借款 陸續匯了一百多萬元 詐騙集團十歲之位不斷索討 被害人也察覺不對勁 全案依詐欺罪前 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 並持續向上溯源 查棄不法犯罪集團 兩起案件 詐騙集團都吸收外籍車手 是否有涉及其他詐欺案件 警方也將繼續追棄 要揪出詐騙集團母后成員 記者綜合報導